哈利利亞 感謝神帶領 我們繼續安息日下午的聚會 我們今天下午要分享的題目是 我要住在你中間 這是神對以色列百姓的應許 同樣也是神對我們的應許 我們來參考 撒迦利亞書二章十節 撒迦利亞書二章十節 二章十節 我們一起唸 十節 我們知道家人才會住在一起 有時候朋友很好 我們也會住在一起 但時間不見得那麼久 但住在一起 表示關係非常的親近 我們男女 透過結婚的關係 組成一個家庭 我們整個家庭就有住在一起的 我們知道神是在天上 祂是在這個至高的一個地方 我們人是很卑微 很渺小的 一般我們拜神 都是往上看 神在很遠的地方 那神怎麼會住在人中間呢 其實從《創世紀》裡面的記載 當神創造人之後 本來神是住在人中間 那時候亞當夏娃 天天在伊甸樂園裡面 天天可以見神的面 但是後來犯罪 被神趕出了伊甸園 但是後來犯罪 被神趕出了伊甸園 就只有自己住 神就沒有住在人中間 但神很愛世人 神預備了一套計劃 要來改善他跟我們的關係 我們用聖經裡面的三段經節 三句話 來清楚說明說 神跟我們關係的一個轉變 改變 第一句就是神說 你們轉向我 我就轉向你們 我們看同樣 沙迦利亞書一章三節 沙迦利亞書一章三節 我沒有起念 三節 我沒有起念 三節 我沒有起念 當你的心轉向神 神就馬上轉向你 那轉向後 當然就越來越親近 第二句話 聖經裡面說 你們親近我 我就親近你們 我們看雅各書四章八節 雅各書四章八節 我們一起念 四章八節 我們一起念 八節 你們親近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 聖經裡面講得很清楚 如果我們願意付出一點點 一點時間 一點力量 一點點時間 一點點力量 我們用來親近神 神一定馬上往你的方面親近 像我們一個禮拜就花一點點時間 來守安息日 敬拜神 你真的用心的來親近神 真心的來守安息日 你會發現這個禮拜剩下的六天時間 都感覺到神與你同在 雖然你看不見神 但是你會感覺神在看顧你 你會覺得很平安 遇到困難 你會覺得有力量 因為神會自己來找你 神會親近你 你如果去親近人 人還不一定能夠覺得說 你這個親近很好 可能會覺得你很煩 為什麼一直來找我 但是神不會覺得我們煩 但是神不會覺得我們煩 神最喜歡人親近他 第三句 第三句就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約翰福音十五章四節 約翰福音十五章四節 我沒起唸 我沒起唸 四節 是這樣 你們要藏在我裡面 我也藏在你們裡面 就是說藏在我裡面 就是住在我裡面的意思 我也會住在你裡面 這個跟神的關係 就更進一步了 這三段經節都有不同的一個 跟神的關係的一個說法 第一句轉向神 好像兩個剛吵完架又和好了 第二句 親近神 就是靠近一點 沒有那麼遠 第三句就是 更進一步就是住在神裡面的 跟神之間是沒有距離的 所以這三種 跟神關係的層次是我們信徒要追求的 當然如果神不願意住在我們裡面 我們也沒有辦法住在神裡面 一定是神願意這樣做我們才有辦法 所以 所以撒迦利亞先知在我們剛剛讀的經節 已經宣告了一個很重要的應許 神願意住在我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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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被趕出伊甸園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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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神愿意住在我们人中间 是什么时候 就是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那一段时间 就是圣经所说的会幕帐幕的时代 我们来参考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到九节 摩西带二十五章八到九节 八节到九节我们一起念 八节 这是摩西他传达神的话 神叫百姓你们要为我造一个圣所 就是会幕 帐幕 这个帐幕跟他们以色列百姓在住的那个帐幕不一样 这个帐幕是照神所设计 神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当盖好之后 神要在这个地方住在百姓的中间 本来神是在至高的天上 但是神愿意透过这个会幕每天跟百姓住在一起 百姓如果有什么问题 百姓如果有什么问题 神都吩咐摩西说 你可以来这里求问献祭求告我 所以当他们把它盖好之后献给神 我们来参考出埃及记四十章 四十章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我们一起念 三十四节我们一起念 三十四节 所以当他们献给神的时候 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会幕 帐幕 这是一个意象 这是一个意象 神在里面 神真的很爱以色列百姓 愿意住在百姓中间 再来神第二个方法住在人中间是透过圣殿 因为这个会幕只是 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过程当中 暂时的一个敬拜神的地方 一直到所罗门王的时代 把圣殿盖起来 献给神之后 透过圣殿盖起来 透过圣殿 神要住在人中间 我们来看 历代之下 历代之下七章 十五节 十五节 十六节 历代之下七章 十五节 十六节 历代之下 所以圣殿是神分别出来的 属于神的地方 属于神的地方 神说我的眼睛 我的心都在那里 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很关心自己的家 现在很方便可以装那个camera 来看家里有什么情形 甚至你到外面很远的地方 可以用手机来看 因为这是你的家 你会很关心家里有什么状况 所以神在天上好像很远 所以神在天上好像很远 但是地上这个圣殿是神选立为他的名的地方 所以神说他的心跟他的眼都在这里 所以在历代之下七章的十三节 十四节这里说 神说我如果让天没有下雨 让这个地上有一些虫来吃掉你们的东西 甚至让这个瘟疫流行在这个地上 但是你们如果来到这里圣殿里面祷告 神说我会垂听你们的祷告 神说我会垂听你们的祷告 你们悔改我就会帮助你们 所以十四节最后说我会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面 这个地真的很需要来医治 我们住的这个地真的很需要来医治 有很多的灾害 比如说淹水 天气改变让这个地球影响很大 像我们这几年的COVID-19的情形 大家都以为有疫苗有针可以打就好像没事的 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如果神不怜悯神不赦免 人是没有办法克服这些问题 并不是我们打完疫苗就绝对没有问题 如果这个疫情拖得时间更久的话 我们会怎么样呢 像去年我们今天就有封城 那时间虽然不是很长 如果有封起来两个月三个月我们会怎么样呢 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神的赦免 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神的赦免 我们靠人的办法是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遇到这些困难我们更是要来到神的面前 神的殿里面来祷告 到教会聚会来敬拜神求神保守我们度过这些困难 其实不止只有外在的这些问题 我们心中常常也会遇到苦难 我们会遇到我们的心里很不开心 或者有亲人离开我们我们会很伤心 这是我们来到圣殿来到教会祷告 神就会安慰医治我们 我们说世上的这个圣殿虽然是神同在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这个世上所建的这个圣殿已经被毁坏了 所我们所建的圣殿 在主耶稣还没有出生前的586年就被巴比文毁坏了 在主耶稣出生前这个圣殿就被毁坏了 后来这个圣殿神又让他们重建起来 就是我们在圣殿上这个圣殿的那个时代 就是我们在圣经读 撒迦利亚书先知他们那个时代 到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 圣殿已经是建好了 但是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人所统治管理的 后来罗马人又攻打耶路撒冷把圣殿毁坏了 把这个圣殿拆到了剩下一座墙 今天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就剩下这一座墙叫做枯墙 墙壁枯墙 就是现在如果去那边旅游唯一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们说世上这个物质的圣殿已经被毁坏了 那是不是神就没有跟人同在了呢 其实神有他的计划 神在进一步的安排跟人同在 就是主耶稣亲自降生到世间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一章 21节到23节 马太福音一章 21节到23节 马太福音一章 21节到23节 马太福音一章 一 二者 д Gottes福音一章 这是天使跟玛利亚的丈夫 约瑟所说的话 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孩子 你们要起名叫耶稣 很多人信耶稣一辈子不晓得耶稣是什么意思 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神拯救的意思 为什么神要拯救我们 人已经离开了他 只有死路一条 人类犯罪背弃了神 过着是没有神的生活 所以要自己去面对世界很多的问题 圣经说人要劳苦流汗流泪一辈子 有人就说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个世界 其实神原本创造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是因为人犯罪这世界才变得这么悲伤 神爱我们 祂亲自要来到这个世上拯救我们 但祂是个灵 祂要我们怎么来认识祂呢 所以圣经说了它要成为人的样式 因为我们都是人 你看到同样都是人 你就比较容易去接近他 亲近他 但是主耶稣的出生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出生是由父母的结合 母亲怀孕帮我们生出来 但是主耶稣是从 彭女玛丽亚圣灵怀孕生出来 祂没有罪没有代缘罪 所以祂才可以救我们脱离罪 所以主耶稣就是神本身 所以主耶稣这个字是神拯救的意思 把我们救赎出来的意思 我们信耶稣一定要知道 耶稣这是什么意思 在台湾虽然很小 但是有很多的山 所以很多人喜欢去爬山 但是爬山有时候非常危险 你不小心有时候会摔到很深的山谷里面 这时候一定需要别人来救你 这时候一定需要别人来救你 那救是非常的困难 我们人生也像这样一样 我们有时候会掉到罪恶的一个山谷里面 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救自己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需要信耶稣 我们在灵恩会有洗礼的时候 洗礼的有小孩子 有抱在手里的小宝贝 也有年轻人 也有老年人 其实这个让我们知道 每个人都需要耶稣 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年纪 在你人生当中 当你有机会可以认识耶稣的时候 你是需要信耶稣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主耶稣来到世上跟我们同在 也等于是神跟我们同在 耶稣就是神本身 你不要看耶稣出生也是一个小baby一样 看起来跟我们肉体一样 是普通的一个人 但是在灵里面 他就是神 所以有耶稣同在的地方 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我们信耶稣是最宝贵的 很多宗教只是告诉你做一些好的事情 好像让你觉得心里比较平安一点 但是他没有办法把你带到神的面前 只有信耶稣才可以把你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他就是神本身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十四节 我们一起念 十四节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谁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说道就是神 你怎么知道道是神 神是一个灵 但是他成为肉身 成为普通人的样子 来住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来住在我们中间 有时候我们想想 如果我们世上的有一个国王 如果他要来住到你的家 你可能不晓得要怎么样来接待他 你觉得国王应该要住在皇宫里面 但是今天主耶稣基督 透过耶稣降生来住在我们家 他住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认识他 来帮助我们认识神 但是有人说主耶稣降生 没有几年就升天了 怎样我们知道神继续跟我们同住呢 神透过得救的正教会 神继续跟我们同住 我们看以无所书一章二十三节 以无所书一章二十三节 礼物所书一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念 二十三节 这里告诉我们 今天神怎样住在我们中间 是透过教会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你不用担心神虽然在天上 他的身体还在地上 就是他所拣选的教会 这个教会就是信他的人 集合在一起 这个是由神的宝血所救赎的 也是神的宝血所捷径所买来的 这里说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也就是说教会是神所充满的 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 有的人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我信神不一定要去教会啊 有些人信主了一段时间 可能教会有发生一些事情 让他不是很满意 让他不高兴 或者他不想看到一个人 所以他就决定我不要去教会 他觉得信仰是我自己跟神的关系 我自己在家里 读经祷告就好了 尤其现在又可以上网去聚会 有的人觉得上网聚会也是一种聚会 就一直在上网聚会 不想亲自来到教会聚会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基督徒属灵的生命要跟身体连接在一起 神是透过这个教会 神是透过这个教会 他的身体给我们属灵的生命 我们来看《以无所书》四章四节六节 以无所书四章四节到六节 四节到六节我们一起念 四节 身体里面有一个身体处 正如此完成 我们编读拥的作品 我们想把置在一起 我们的手中 我们注意看这里面有几个意思在里面 首先身体只有一个 这里把身体放在第一 为什么身体放在第一呢 没有身体其他的东西都不用说了 身体是最重要的 所以属灵的身体是教会 教会只有一个 让你得救的真教会只有一个 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个身体 而且透过这个身体 圣灵只有一个 我们在这边祷告得到圣灵 如果你不常常聚会 可能圣灵都会离开了 你在家里祷告自己祷告可能力量会越来越小 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见证在教会祷告就是不一样 再来我们有一个指望共同的盼望 我们想一想我们来教会是盼望什么 你是盼望可以活到100岁吗 你只是盼望说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吗 我们来教会到底指望盼望什么 当然是指望在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可以进到天国 就好像我们学生在学校读书希望可以毕业一样 就好像我们学生在学校读书希望可以毕业一样 当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就会不一样 人都希望把他的生命越长越好 但是人终究是会死掉 如果你活得很长但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生病躺在床上 这样你会觉得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指望盼望不是说活得很久 我们也不是盼望说我们身体一定比别人好 但是如果主耶稣祝福我们 我们当然要感谢神 基督徒的盼望是希望将来可以进天国 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属灵的一个粮食 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属灵的一个粮食 我们的信心才会一直增加 当主耶稣要接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准备好让主耶稣接走 我们在教会有共同一个信仰 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洗礼 真正的接受大水的洗礼才是住在神的里面 所以神也就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今天可以在正耶稣教会信耶稣是最有福气的 因为这是有圣灵同在的教会 神真的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面 只要你诚心的祈求你就会体会到神 所以我们不要被错误的方法影响 好像信仰说自己顾好就好了不用去教会 我们来参考疑无所书四章 十五节 十六节 同样四章 十五节 我没请念 大参考虑三节 四章 数分钟 五节 二节 三节 三節 五节 三节 基督是教会的头 身体怎么跟头连接 所以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要跟教会连接在一起 才可以连接到头到基督 所以我们这里说要在教会里面彼此联络 我们属灵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延长 我们都知道身体如果一个部分切掉丢在外面 它就坏掉了 它就没有办法继续生长下去 感谢主我们在这个瘟疫的当中 一旦可以来教会聚会 我们弟兄姐妹就马上恢复来教会聚会 这是维持我们属灵生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从个人来说神怎样跟我们同在呢 神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六节 十六节 请我们一起念 十六节 那我们一起念 这段经节是让我们觉得很安慰的话 耶稣告诉门徒说 我很快就要离开你们了 我要被钉十字架 要被杀 门徒都很悲伤说 耶稣你要离开我们了吗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不要担心 我求父父就给你们圣灵 永远住在你们里面 永远与你们同在 这个圣灵是什么呢 圣灵就是耶稣本身 十七节说你们认识祂了 因为祂常与你们同在 谁跟门徒同在了三年呢 就是耶稣本身 虽然耶稣已经升天 但是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在他们里面 主耶稣会跟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 要知道领受圣灵的宝贵 可以常常在圣灵里面祷告 在台湾男生到二十岁的时候 要去当兵当军人 以前当的时间可能要两年到三年 这对信仰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为你当军人的时间 时间不是自己的 都要照着军队的要求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教会 而且相处的环境 很多都是没有信主的人 但是这也是一个信心 很好磨练的机会 如果很有信心 你靠着圣灵 你不会觉得孤单 因为当军人是训练 有时候很辛苦 也不容易跟家人联络 心里会非常的孤单 但是如果有信心的人 他能够在这个时候 能够更依靠神 更能够感觉神跟他同在 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是圣灵 跟我们人同在 最后主耶稣要来接我们 就要永远跟我们同在 就要永远跟我们同在 也就是基督要降临来迎接教会 我们来参考 我们来参考启示录21章 启示录21章 一节到二节 启示录21章 一节到二节 一节起有没起念 有没有看见一个新天使命 因为先前的天地过去 还在于有没有看见 生存心月之外 有神那从天和家 就有信心方式 就会算数目 这是形容基督 再临要来迎接教会 就是我们最后最后 要跟神永远同在 这里说圣灵先耶路撒冷 是什么 圣灵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心腹就是祂的教会 现在教会还在准备当中 我们还没准备好 但有一天我们会准备好 圣灵告诉我们 经过了大患难大逼迫之后 我们就会准备好了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我生活过得很好 还不想准备 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 要追求这个永生 就是必须要准备好 这里形容说准备好 好像什么呢 好像一个新娘装扮好 在结婚的时候 新娘往往是大家注目的一个焦点 几乎所有的人眼睛都会注视着新娘比较多 我们新娘可能为了这一天要准备很多事情 我们新娘可能为了这一天要准备很多事情 怎样把自己打扮好在这一天呈现出来 我们今天也是要像这样来准备自己 要把自己准备好等着主耶稣来迎娶我们 达到主耶稣要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子 有没有圣洁有没有爱心 当我们达到主耶稣要求的标准 主耶稣就可以把我们接回去 我们继续看启示录21章 三节四节 启示录21章三节四节 三节我们一起练 我们一起念 因为前一世已经过去 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透过教会 神跟我们同在 但是也许我们还没有完全 但是我们要装扮好自己 合乎主耶稣的要求 我们就不用害怕主耶稣来接我们 反而期待主耶稣赶快来接我们 我们在世上会遇到一些生老病死的困苦 当我们身边的人离开的时候 我们会流眼泪 但是这里说神会擦去我们的眼泪 让我们不再有死亡 别人帮我们擦眼泪 这个安慰没有像神安慰我们这么大 神亲自要擦去我们的眼泪 世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要过去了 因为我们已经跟神永远同在了 所以我们彼此勉励 我们要期待主耶稣这一天的来临 趁着还有机会 我们要让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将来才可以真正的住在天国 在神的里面 感谢神我们今天下午的分享到这里 我们最终来唱诗294首